大家好,我是二姐,今天用土豆来做一道好吃的美食,土豆洗干净后先削去外皮,再把土豆切成薄片,切好之后放在一个大点的盘子里,均匀的摊开放进蒸锅,开大火蒸15分钟,蒸到像这种比较软烂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再倒进一个大点的碗中,加入40克白糖,再用擀面杖把它捣成细腻的土豆泥,像这样,没有颗粒的土豆泥就可以了。 然后分次少量的加入糯米粉,搅拌均匀,搅匀之后,下手感受一下面团的软硬的程度,像这样能够抱成团就可以,如果太软,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 揉成光滑的面团,再准备一些芝士碎要提前解冻,面团要揉的瓷是一些,大小和鸡蛋差不多,中间炫出窝,放入解冻好的芝士碎。 周口时,一定要收得严实一些,不要让芝士碎暴露在外面,全部搓成光滑圆溜溜的小球,然后捏成小饼状。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,拼拼玻璃刷上一层食用油,把做好的小饼放进去,开中小火慢煎。 煎至底部金黄后,翻个面。 另一面金黄后也翻个面。 把小饼子的边缘还是白色部分,没有熟的地方,推到锅边烙一烙,这样可以很快的烙熟。 全程大概七八分钟左右。 烙至两面金黄,以及边缘熟透就可以出锅了。 看到这里都已经忍不住要流口水了。 先把开一个看一下,可以看到,是超级拉丝的状态,口感软糯香甜,又有满满的芝士香。 这样做,老人和孩子也喜欢吃,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与我就去看的。